小冬 前面 哈喽 大家早上好啊 我是小冬 现在早上6点 还没有去早餐 刚刚睡醒了 现在做个早餐吃 吃完要后去干活 约了业主 业主叫我去早一点 要干三当 今天 虽然六点起床 但是今天一点都不困 很精神 因为昨晚再出入房 睡得不错 一路睡到今天早上 那个自然醒 可能是天气原因吧 现在也是下雨 这段时间都是下雨 晚上阴凉阴凉的 好睡觉 好了 现在做早餐吃 吃完干活 一定要趁日喝 凉了就有腥味 刚刚来到工地 安装这个马桶 这块瓷砖都没有铺上去呢 哎呦 估计又白跑一趟 打电话给你住 肯定要铺了这个瓷砖 常常能装这个马桶的 不可能不铺这个瓷砖是吧 现在业主正在和那个包工头 闹通啊 看一下怎么处理吧 哎呀要等啊 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干活的时间没多久 等人的时间 比干活的时间还要长 不过也不传怪业主啊 估计他也不懂之外 刚刚贴好就快直装了 要慢一点装 要不然会塌下去了 就麻烦了 哎呦好重啊 要小心一点啊 如果两个人的话就好了 小汉今天没有来 我让那个业主 我说过两天再安装吧 等这个瓷砖硬了再安装吧 那业主可能是挡务挡务就用完 是什么回事 他叫我现在装小心一点就可以了 他不听我说 所以装就装吧 小心一点 太窄了 这个地方太窄了 吃一下不漏水正常的话就打浇 就可以了 这种是马桶砖弄浇 现在在另一个工地啊 安装衣柜柜 搞完这里就回去了 收工 刚刚回到出租房了 今天晚上我就不自己煮了 点了一个外卖 现在晚上五点多了 太累了 懒得去菜市场买菜了 这个是半边叫挖机 还有一瓶可乐 总共花费了36块钱 尽管就搞一场那个韩国吃播啊 很过瘾的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又不喜欢 在广东的时候 我拍过一期嘛 好多人在评论区 按着我摩擦 但是有些网友也喜欢 前一段时间 有个网友留言 留言给我 小动 能不能再拍一期 吃播啊 哇 大家看一下 叫花鸡 刚烤的 还有这个是酱料 好香 放一点下去 放的太多了 嗯 好香啊 好了 现在开吃 我午餐都没有吃 说实话 一直在那里 当那个业主 叫那些人来铺瓷砖啊 那个业主有点调皮啊 我打电话 问他什么时候到 什么时候到 他一直说快了快了 等了半个小时 又半个小时 然后那些人才 才过来铺瓷砖 我才可以 装那个 马桶 嗯 太好吃了 嗯 嗯 上次我在广东 拍那集直播 买了几个老丫头 比较好 但是如果会比较好 所以我会不会想到 嗯 嗯 啊呀 啊 嗨 嗨 這個平時多吃飽了 打了我大半瓶隔了 今天干三张 今天本来打算干三张的 措施计划了 只能干两张了 然后重新约那个客户明天再干 太咸了 今天准备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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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七腸饱吧 今晚肯定要吃夜宵 煮个面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点赞支持 拜拜